中闪闪啊 我们在聊说 中闪闪他就是农夫山泉的 这一个负责人嘛 那他其实还有别的事业 是这个万泰生物 好奇怪哦 为什么没带没子 他突然之间会请辞啊 这个不是说事业都蒸蒸日上吗 而且他又是亚洲首富 中国首富 他为什么要辞掉这个动作 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内涵 中国有一句顺口溜 说得非常大的传神 我说你行啊 你就行不行也行啊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横批啊 中国共产党最大 跟一般资本主义啊 民主国家之下 保障私有财产 保障交易 保障契约 保障机会均等的 我们所众所皆知的 这些权力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党可以带你上天堂 党随时可以叫你下地狱嘛 下地狱的方式呢 只是长得不一样 是在第一层 第十八层 因为有些被退休 有些被自杀 有些被失踪 有些被摔死 当然了刚才那个光晴姐讲 其实有很多励志的故事 什么叫励志的故事 一夕致富的励志的故事嘛 马云不过是个高中英文老师 马明哲是个水电工 我上次讲的马明哲呢 是这个平安保险的总裁 中国第二大的保险公司 教育程度马云大学毕业哦 接下来你看 这个马明哲呢 是水电工 只有中学毕业 中闪闪更特别 他是水泥工 他只念到小学五年级 请问如果在资本主义啊 竞争状况之下呢 大概啊 再就有像王勇庆 这种故事比较励志 可是现代化的过程之中 他们能够一飞冲天 团扶摇而直上 最主要关键是什么 权贵资本主义 荡请全力啊 在你创业的过程之中呢 帮你铲除所有障碍 提供你所有的呢 扶持 可是大的格局是什么呢 习近平现在的立场跟态度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就是国际民退嘛 简单来讲 就像五年代所谓的 工商业国有化的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他将要把所有东西 收归为国有 不要让呢 私营企业啊 或大企业家 掌握中国的财富呢 跟所谓的资源的分配 所以呢 中闪闪还不知道 他到底做了什么 莫须有嘛 马云还因为说 说错了几句话 但是呢 他的状态就像呢 马化腾啊 李彦宏一样啊 你已经超越了党 可以理解跟控制范围的时候 对我来讲啊 你们的存在 既违反我的路线 所以他不是自己辞的 你觉得他是被辞职 这家公司的营运状况这么好 而且他辞职就会引起市场的动荡 那这才是真实的基本面嘛 被辞职是政治面嘛 其实我看马云 我觉得某种程度 应该也是算灌老板 因为他对员工好像也是蛮磕的 刚刚讲那个996 那真的会是会累死人 所以我说那养肝丸会非常有效 996马云是怎么讲的 能够上996这种班 每天这样子12个小时 然后礼拜六 就是说只能修一天 整个礼拜上六天班 996是你们修来的福报啊 我们公司里面 我们不缺8小时上班很舒服的人 就是说我们都可以工作 超过9个小时 10个小时 11个小时 大概是这种概念吧 对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那一天工作12小时 而且要一个礼拜六天 等于一个礼拜工作72小时 马云说 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你的财富 是靠这些工程师的血汗 所累积出来的 所以而且马云很奇怪 他这么说 他说刚刚讲 他说我们不缺这个8小时 上班很舒服的人 强调要怎么样的投入工作 可是他到韩国某一个节目 他又说 哎呦我很后悔啊 我觉得我应该要多陪陪 多把时间还给家人 多陪陪家人 就你都不晓得到 你在韩国讲的话 跟你在中国讲话 是判若两人 你在韩国自己 没有判若两人 范老师 因为他是说他自己 可以过舒舒服服的 共识少一点 但是员工还是要 吹到一半 还是要996 对啊 所以说员工还是996 他自己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那这是什么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也不只我们说阿里巴巴 也不只是我们刚刚讲拼多多 包含像华为啦 像京东啦 像那个智捷跳动 这几个所谓的中国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都是如此 那我不需要想 当然很多年轻人认为说 我能够进阿里巴巴 我就是一种荣耀 我能够进京东 我就表示我高人一等 可是你知道这个背后 他所付出的代价 包含健康的代价 包含这个对家庭的影响 等等等等 可能不是能够用金钱去衡量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些 为什么这些工程师要跳出来 他们现在有组成的平台 他们希望这些中国的大企业 能够有一点成为有恋良心 不要这样子剥削他们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 现在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的观念大概也改变了 不像过去就是说 好像只是为了钱 他们更重视的可能是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健康 周末晚间九点进行锁定 正知道了周末版